我头两天回屯杀猪去了 带了两个人和两百个塑料袋 就为了给我奶送个肘子 但肘子掏完了不敢往前面去 就藏后院雪地里了 完了我们还有模有样的混淆了一下现场 但是玩雪玩的实在是太高兴了 没一抬头根本分不清奶柯的油肘子 我们回来的时候大伙已经开始炒菜了 我看我三大那屋直冒烟 我心疼我三大也着了呢 我赶紧拿着收集就过去了 完了发现我三大在炖肉 我让三大也出来之后上北屋挠小街去了 但我啥调料都找不着 我二大娘也给我点车库去了 我一看车库藏着一位高人呢 我这远方老弟翻两下勺给我看直眼了 我心说我大爷这不是喊我来吃席 这是喊我来学习啊 后来我把做的没事都喊来了 我说来老弟你做菜我开班 咱俩狠狠掏他们一笔 来吧去乡家呢 我得赶紧找地方做了 要不等会他们做了大白带来 为了能吃掉更多的好吃的 我特意跟我弟分开做的 这也属于是优化资源配置了 我姐在旁边扒了 我说别卖点了 那帮老小都在那喝酒呢 赶紧转桌吃雪肠啊 我跟你说全村最有心的就是他 他告诉我那酸菜五花肉大肠啥的 你打包回第二天热才行 你今天这顿你就吃雪肠和雪豆 咱说好在东北杀猪菜管吃管甜 要不这一桌人第二天醒酒之后 可能都以为我大爷家杀猪根本就没灌雪肠 上腿里吃起你记我一个口诀 叫先找锅再上桌 你看住了大锅不怕做错桌 你就像我现在盛碗饭就蹲酸菜锅这吃 你跟他们喝个得人认你受到恐证 我本来吃完这碗饭就要走了 我大爷告诉我晚点走 让我拿点杀猪的伴手礼 我一看肘子排骨还有肉 我们三人来劲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确定没有啥再能顺走的之后 我说大爷我掏心窝都跟你说句话吧 你家后院那块地来年你好好翻一翻 别问为啥 问就是整好了能出一棵肘子树 你呢 你呢 嗨 我感人 哈哈哈